高鐵桃園站和機場捷運 串起北往雙北市 南往新竹 都不超過20分鐘的便利性 也帶動桃園青埔地區的發展 一旁的華泰民品城 星光影城 Hikia已經到位 而一棟棟拔地而起的高樓 都為國門第一站的人流與前潮 更增添力度話題 這邊有全台灣最大的開發案 也就是桃園的航空城 我們到最近期的桃園航空城 釋出了52公頃優先產業發展的土地 包括統一超商 還有星宇航空 還有耀華亞等等的7家廠商 都已經在此即將進駐 未來淵莫可以創造大概5000個工作機會 未來桃園的新一計畫區 毫無疑問就在清谷這個地方 還不只如此 國泰人秀在桃園高鐵站前 三萬坪土地的十年建設計畫也建在弦上 房價跟著重大交通建設以及產業發展走 已經是不變的定律 尤其是已戰前周邊 更是蛋黃區中的精華 這兩年都是文機起舞 台積電到哪 哪邊就漲 那我們今年開始也要文機起舞 是文機場的機 機場經濟學跟軌道經濟學同時 並行這一種旗艦型的計畫 就在清谷高鐵特區 方圓500公尺內的地塊 不管你將來的自住也好 自己當自產租客租賃所得 都非常的優勢 未在青山路與青心路口 由新復發建設所推出的建案 戰前新銳 不但就位在桃園高鐵 戰前精華區 附近還有橫山書法公園等 充滿水景綠意的修氣景點 生活機能與休閒環境兼具 更重金禮聘國內知名建築大師李添鐸 進行公設及景觀設計 打造日式美學生活宅 戰前新銳規劃22到37坪的2到3房 整個以高鐵核心方圓500米 其實我們也是少數稀有的 一個2到3房的規劃 那目前我們在戰前新銳 那也推出了所謂自備58萬起 讓這樣的首購客人或剛性需求的客戶 可以更輕鬆地來擁有 李添鐸的美學生活戰 產品稀有性 獨特性 加上絕佳地段與航空城建設化成不斷 無論中職 自助都讓桃園青虎的未來千金可情 記者郭林倩 吳杰城採訪報導 李添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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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添丁